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马上想到了就是像牛顿啊 凯普勒这样的基本定律 他们描述了航天器飞行的一些最基本的方法 又想到了Steven Burstmann方程 又想到了Maxway的这些理论 当我把这些想法和组委会进行沟通的时候 他们很明确地告诉我 第一 在我的PPT里面不能出现任何一个公式 如果要是出现公式的话呢 将由我个人承担由此所带来的 观众流失的所有的经济损失 所以我马上我就发现 他们在要求我做一件我非常不擅长的事情 在这个时候呢 我就想起了有一位老人 一位德国老人 就是这位 这个冯布莱恩 他说过的一句话 叫做I have learned the word impossible with the greatest caution 在过去的很多次遇到不可能的时候呢 我们也都 我都会经常地想到这句话 我们就是要在这些用最审慎的态度 来看待那些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而用这些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呢 来指导我们未来的工作 所以我解决了第一个问题 我首先想到了这位英雄 那么我们的故事呢 就从这位英雄开始 这个说到冯布劳恩呢 我们有很多有一些基本航天知识的人 马上就能想到的是 他所建造的土星五号火箭 把阿波罗十一号带到了月球 让人类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和月球进行接触 这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 当想到这儿呢 我转起身来走到窗边 想要看一看外面的月亮 可惜的是北京最近的雾霾呢 让我们在黑夜当中 没法给予我们黑色的眼睛 所以我只能又走回到工作台前 继续再想另外的一个关键词 叫做将至 那么 想到这个将至的时候呢 我们中国有一句老话 叫做乱世出英雄 而我们这位冯布劳恩呢 他就是生于太平 长于乱世 在他22岁的时候 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就已经拿到了物理学的博士学位 在24岁的时候 就领导着进行V2火箭的研制 V2导弹的研制 当时是为德国来进行研制 在30岁的时候 就成功地实现了V2火箭的第一次发射 但非常可惜的是 他的研究成果被用于毁灭人类 而不是他所一直期望地为人类的太空梦想来进行造福 但无论如何英雄就是英雄 就像这句话说的 英雄创造的是未来 那么这张图呢 就是这个冯布劳恩 在他的土星5号的F1发动机前面的一张照片 在1942年 这个德国节节退败 这个布劳恩在这个时候呢 发现他所期望对于未来的 对于人类宇宙知识的探索 没有办法在这片废墟上面寄去 所以他就带着他的团队呢 一起来到了美国 在十几年之后 这个他们发明了这一艘土星5号火箭 而就在这位英雄 研制土星5号的同时 在地球的另一端呢 也有一位英雄 他就是这个前苏联人谢尔盖 克罗料夫 这位英雄身上有几件 人类历史上面的第一 比如说 他第一次发明了射程超过8000公里的 这个洲际导弹 他第一次 是由他第一个作为 发明了这个 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运载火箭 同时他也是第一个 载人飞船的总设计师 而在苏联的历史上面呢 他也创造了大量的第一 比如说他第一个设计了月球探测器 第一个设计了土星探测器 第一个设计了金星探测器 也是由他所引导 在苏联历史上面 实现了第一次人类在太空当中漫游 漫走 也实现了第一个雨的飞行员 飞入到太空当中 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呢 这位谢尔盖英雄 却默默无闻 当诺贝尔奖曾经有一次 希望能够在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空以后 曾经希望把诺贝尔奖 颁发给这位设计师 但是当时赫鲁晓夫说了一句话 给这个瑞典皇家科学院的人 他说 造这颗卫星的是全体苏联人民 而不是某一个英雄 所以这位英雄一直默默无闻 在1957年的时候 由苏联人第一次 把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发上太空 这给当时的艾森豪威尔政权呢 一击狠狠地巴掌 于是美苏之间的太空战争 由此拉开 在1958年的时候 这个后来的约翰逊总统 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 他说谁控制了太空 谁就控制了整个世界 从此 而且在60年代的时候 这个肯尼迪计划持续了十年 计划是在 这个十年之内 将人类送上月球 而正是在这样的一种 政治太空的背景之下 又造就了大量的英雄 比如说第一个太空人 苏联人有李加加林 比如说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 尼尔·阿姆斯特朗 他也传回了那句著名的话 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 却是人类的一大步 由于美苏之间的太空战争呢 也引导了整个世界 都在走向这样的 这种政治的 太空竞争当中 比如说欧洲 比如说日本 比如说中国 都相继了发射了火箭 都开始运营自己的人造地球卫星 那么随着这些 政治太空的进步 有一股另外的力量 在悄无声息的演变之中 我们不妨给大家讲一些 这个美国发生的故事 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 NASA预算的黄金时代 就已经结束了 NASA已经不再投入 大量的人力物力 去做这种复杂的 通信卫星的这种研制 而把这种研制呢 交给一些商业运营公司 那么同时呢 美国政府也培养了一些 商业的运营商 比如说这个Pan Amsat 那么同时呢 一些中纪的通信卫星呢 也投入到商业使用当中 比如说TDRSS 在九十年代的时候 人们逐渐地开始转向 一些近地轨道的 通过星座来进行通信的 这样的一些项目当中 比如说我们所非常熟悉的 一星项目 比如说这个Global Star 比如说这个Opcom 这些项目 那么同时呢 在最开始的时候 也培养了一些 私人火箭公司 比如说Bill 但是很快呢 火箭项目就叫停了 进入到2000年以后 美国出现了大量的 这些商业运营的 这些公司 而美国政府和一些 科研机构 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来支撑这些 商业公司的运行 这张图呢 是2013年 这个ESA所制作的一张 在地球轨道上面的 整个卫星的这样的一个运行图 从这张图和现有的数据来看呢 目前人类在地球轨道上面的 运行的飞行器 大概有一万个左右 其中好用的呢 大概有2000个 大部分的 大量的飞行器呢 都是在这种政治航天战争当中的时候 由美国和苏联 发射的一些太空垃圾 而回过头来 我们再来看这2000多颗卫星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如果它只是作为政治使用的话 它是绝对用不完的 也就是说在越来越多的 有这些商业运营的公司 比如说2000年以后 由美国政府授权 就从Digital Globe 采购了大量的 采购了这种遥感数据 那么从SpaceX 从轨道ATK公司 Orbital ATK公司 预定了这个发射的合同 这都是进入2000年以后的一些变化 那么作为我们国家呢 从1970年 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东方宏一号以后 经过了几十年 我们目前的通信卫星 已经实现了极大的能力 载轨可以提供超过11000瓦 超过12000瓦的 这样的一种持续的功率支持 可以把一个将近五吨半的东西 达到了距离我们36000公里的 这样的一个地方 当然它到达36000公里的时候呢 已经不到三吨了 因为这个GEO卫星呢 需要靠自己的推力 把它推到轨道上去 除此以外 还有我们非常熟悉的 北斗导航系列 它在我们的消费级产品当中 使用的特别多 每个人 现在我们所用到的这种定位呢 可能有很多的信号 大部分的信号呢 都是从北斗系统当中提供过来的 包括近地轨道的这些摇杆卫星 比如说前一段时间 发射的这个高峰系列的这些卫星 还有一些主动式摇杆的 带有萨的这样的这种卫星 都极大的提升了 我们国家的军事实力 和我们每一个人 普惠到我们每一个人 而我们最熟悉的无非是两个 第一就是我们国家 自己要建的这个空间站 分别是在上个月和这个月呢 又发射了天宫二号和神舟十一号 这张图是一个2020年左右的时候 我们国家希望能够建造的 一个空间站的样子 除此以外 还有就是嫦娥工程 嫦娥探月 除了要实现着陆以外 还需要从月球上面提取月壤 返回地球 这都是我们所希望 都是我们在过去的这些年当中 在航天领域所取得的进步 那么作为中国航天的一员 我们这家叫做蓝舰的企业 成立于2015年 目前我们正在研制自己的第一个产品 就是蓝舰一号运载火箭 这个运载火箭是由四级组成 采用固体发动机 它的最大的能力呢 是要可以将400公斤左右的载荷 这里面就是卫星 发射到500公里高度的 太阳同步轨道上面 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大会呢 叫做H100 超过100公里的人才有资格 来这里面来进行讨论 那么我们的能力就是 400公斤500公里 而且我们非常自豪地 把中国的国旗 想尽办法地印到了火箭的每一个地方 每一个上面 因为这是一个完完全全的 由中国人采用商业的模式 自己制造出来的火箭 火箭的首飞计划 是在明年的六月份 所以也请大家关注我们 未来的火箭的应用 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我们也采用一些互联网词汇吧 比如说专车型 如果你造出来的卫星有400公斤的话 它是要打到500公里的轨道高度上的话 那么整个一颗火箭子 就全部是你们的 除此以外还有拼车型 可能大部分大量的卫星 近地轨道卫星 都是在100公斤 200公斤这样的这个量级上面 那么就可以实现一箭多星 还有这个拼车型 或者还有叫做顺风车型 就是说我们可能会搭载一些大的载荷 但是其他的小的 比如说立方星CubeSat 会安装到火箭的不同位置上面 还有公车型 未来我们可能定期会发布一些 像是今天早上这个 这个Darling他所讲的 他的学生参与到这个Rocket Lab Rocket Lab 那么他们就有一种形式呢 就是定期的发布火箭的发射日期 那么你来采购我的这个火箭的仓位 那么有很多种未来的这种运营的形式 那么从刚刚的这些说明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近几十年来 我们在逐渐地打破那种 所谓的政治航天的格局 而一个新的名词逐渐出现 就是叫做New Space 新航天 那么新航天很明显的 我们可以看到有两点 第一就是那种政治格局被打破以后 这种市场的 这种自由的这种方式 也慢慢地走入到我们的航天工业当中来 另外呢 就是由于航天工业需要用到到目前为止 人类所积累的几乎全部的知识和文化 才能够实现 它绝不是像过去一样 仅仅依靠一两个人就能够完成的一项 巨大的系统工程 所以像英雄这样的词汇 出现的越来越少 这针对于某一个人 我们偶尔可能会见到英雄这样的词汇 它基本上都是给一个团队 那么除了这两点以外 对于新航天的定义 到底还有哪些呢 我们不妨列出来四家美国公司 来简单地看一下他们的特点 比如说进行太空运输的 以及目前正在计划进行小卫星星座的 星座研制的SpaceX公司 比如说可以提供高分辨率的 对地观察的Skybox公司 那么它现在已经被Google收购了 收购以后的名字呢 改作叫做Terra Bella 还有使用这种100颗卫星编队 100颗立方星Tubesup编队 来进行对地观测的Planet Labs公司 还有以天线研制起家 和另外的一个轨道星座 LeoSat有千丝万缕联系的 这样的一个Kemeta公司 从对这几家公司的研究当中呢 我们发现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第一就是在新产品的研制的时候 他们采用了大量的新技术 采用了大量的新产品 比如说Kemeta 它就是通过纳米的技术 放到了它的天线上面 第二呢 在人力资源方面 由于航天的门槛啊 通常会比较高 对人的能力 对人的经验 都有一定的要求 所以在成立这些公司的时候 都是大量的有经验 有能力的人 从原有的体制当中 脱离出来 走出来 重新走到了一起 为了共同的目标 比如说Planet Labs 他们的所有的员工 都是由前NASA的雇员所组成的 再有像他们的运营模式 过去都是大家分界清楚 但是现在呢 比如说像这个Skybox 他们是由做图像处理出身的 后来在有几个 Stanford大学的学生呢 他们一起成立了这家公司 就是为了能够获取到 它所需要处理的数据 来研制卫星的 再有他们都是大量地获得了 美国政府 以及民间的投资和投入 和大量的合同 而这张图 是在美国加州的一个 航天分布的一个 简单的情况 可以看到 在围绕着旧金山附近呢 有老牌的洛克希德马丁 有劳拉公司 还有新出现的Spire Planet Labs 还有Terra Bella公司 在洛杉矶附近呢 又有传统的波音 以及新型出现的SpaceX 他们除了都在美国加州 可以取团暴暖以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在加州有硅谷 硅谷除了 可以由NASA的 AMIS Research Park 提供相应的 这种技术支持以外 在硅谷有一个最大的好处 就是有大量的投资人 有大量的VC和PE的渠道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呢 是商业航天为全球的航天工业 架起了一座新的桥梁 在这座新的桥梁里面 我们认为有四个关键点 第一是有足够大的市场 这种市场 过去的这个航天工业 都是掌握在政府手里面 但未来呢 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对卫星 都有相应的这种需求 所以这个市场会变得很大 第二就是技术的先进性 无论是技术本身 包括工艺 包括制造 包括材料 都在不断地进行翻新和革命 第三就是私人的和策略性的 这种投资者加入 他们一方面需要在项目的早期 来进行培植 比如说像Google公司 它就发布了大量的这种 由青年人可以参与的 这种研究项目 再有呢 我们需要的是那些 这个有钱人 百万富翁 亿万富翁 他们又有航天情节 来将他们的这个资金呢 投入到他们所热爱的视野当中 就像是Jim今天上午所说的那样 这是一个long term investment 那么第四呢 就是要有足够大量的VC和PE 来支撑最开始的这种研究 来扶持每一个小的企业 走向正轨 但是航天离我们仍然 还有一定的距离 这些距离主要表现在 哪些方面 虽然说我们有 现在已经有一些 很好的背景条件 比如说政府支持军民融合 一带一路 等等这些关键词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的是 由于中国的基础工业的 相对薄弱 导致我们有大量的航天产品 仍然需要进行进口 Michelle今天上午 也在讲这个ETA的问题 它其实就是 美国人对我们的限制 除了这些ETA的限制条约以外呢 那么我们真正在 做这些事情的过程当中 又会多多少少地 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但无论如何 我们能够看到一点的是 过去那些所谓的单个的英雄 在逐渐地减少 而未来一定是更多的人 合作到一起 达到一种新的平衡 这是一种战略性的变化 而在那个时刻 我们参与到这个工业当中的每一个人 我们全部都是英雄 所以 英雄将至 并且期望见到英雄将至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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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